我們繼續看《輕鬆德性》第三點 《輕鬆德性》是神給我的一個教導 有三個部份 這三個部份我們一起做一次 《甲》就是活在神的愛和奇妙之中 而處理生命中一切問題 並結滿性的果子和發揮生命 即是說我們能夠整個人 整天都活在神的愛和神的計劃 然後處理所有的問題 什麼問題都處理完 人就輕鬆了 然後結滿兩方面的果子 一個是聖靈的果子 一個是聖靈的果子 一個是事同的果子 我們就整個生命發揮 如果每個基督徒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我們可以整個人發揮很大的 有些人說麻煩太多 人的問題太多 其實這個基礎 即是說在神的愛和計劃之中 是令到我們深信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人可不可以破壞神的計劃 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只要聽神的話 神的計劃是不會破壞 所以人家說什麼做什麼 我們不用那麼上心的 我們當然要聽他講的意見 但是不用給他影響的 而活在神的計劃之中 我們講的第一、二點 我們一起讀 天天飽得神的前話 這是第一點 整天飽得神的前話之中 第二 深信所有的福氣都會報自神 即是所有的福氣 我們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 我們所求的不是由老闆來的 不是由人情來的 是神來的 是我們親人神 神會做我們 賜給我們一切需要用的 三、一切說 深信神為自己 有我們 這個信念 是我 心中有很大的動力 譬如有些人說 哎呀 人們對我們不好 做這些不好的事 傷害我們 我自己都遇到這樣的事情 會有些困難的地方 但是我有一件事深信 就是神有計劃 已經安定在天了 沒有人能夠改變的 所以呢 我是極度寶貴 每一個信主的人 跟從主的人 都是極度寶貴的 所以別人說什麼 做什麼都不要緊的 那我就能夠處之泰然 所有任何人的不好的地方 或者我自己有困難的地方 全部我都覺得 可以很輕鬆地面對的 好 那這個就是第三點 整點是 大家讀出來 比較詳細一點 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在 每個基礎生命中 都有極度寶貴的計劃 所以就看闖落 順利發揮自己的生命 就是很特別的 我們看我們自己的樣子 就像那個貓那樣 但是一看 原來我們好像獅子那樣 那麼厲害 就是我們每一個 當我們轉為一個榮耀的人 的時候 就真的很不同 在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兩個禮拜 就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她就見到一個異象 她是很容易見異象的 那 就是實際上 如果她見的異象 不是我見到 她就見到 我在教堂敬拜以後 我太太 第一個太太就站在我旁邊 她說她比以前更高 更加光明 就是完全是光明 年輕 漂亮 就站在我旁邊 然後她就見到她拿著籃子 我朋友就很好奇 很好奇她就看著籃子 她就 她就 就是她 就是她 我看到的 就是我太太在天上 是充滿榮光的 就是有一天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都充滿榮光的 是發出光輝的 這個異象 對我來說 都是很大的鼓勵 就是神参拜我太太 就下來拿著籃子 那些恩賜、禮物 就送給我 就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和一個支持 一個很大的鼓勵我 就是神 就是我們 都是神很體重的 有個好奇的計劃 雖然我們現在看上來 我們個個都好笑 有些瑕疵 面都有一些 一點點斑點 就是突然都有一些 對嗎 就是某一些方面 都是有些瑕疵的 但是 在神的計劃裡面 每個都是非常之寶貴的 首先我們自己宣告 我奉耶穌明宣告 我奉耶穌明 我的生命是極度極度極度寶貴的 我的生命是極度極度極度寶貴的 你跟卡利亞說 你的生命是很寶貴的 是很寶貴的 是很寶貴的 很寶貴的計劃 很寶貴的計劃 很寶貴的 我們想像有一天 我們去天堂的時候 我們看看天上的賊子 寫上天上的賊相 神會不會說 對不起 我寫你寫錯了 寫了你 你一輩子都是 喊喊喊喊喊 又做得不好 什麼都是斧頭蛇尾 對不起 寫了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神會不會這樣 不會 他一定寫是最好的 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容許 神的計劃實現出來 所以我會有這樣的意念 去到天堂 你見到那個計劃這麼好 但很多人沒出來 就是這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這個圖畫 這麼清晰的聖經應許 這是很重要 由我們從聖經的應許 裡面有這個信心 神祂說祂寫了 我們就深信祂寫了 是好到 我一個手是摸得那麼盡 真是好到 很極好的 但我 譬如我們現在發展到這裡 可以更發展更發展 靠著耶穌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求神 給你一個圖畫 到底我們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你的生命神 給你是什麼恩賜 可以怎麼發展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說 我真的沒有浪費自己的命 我們不要浪費自己的命 我們教你一個 不要浪費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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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會一次 我很深深入這個意念 這個也是輕鬆得性的教導 還有我就想 神給我這個教導 我真的覺得是很好 因為無論什麼教會 都可以接受到 這是一個傳統的 又可以接受 聖經充滿又可以接受的一個教導 它裡面就是講到 如何活在神的愛著你生命 然後發揮生命 如果過基督徒都是這樣的時候 任何人說什麼 我們都不會給他影響 不會給他傷害 而反而是用愛心 用平安 喜樂 祝福人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根本 還有計劃性 有策略性的時候 發揮很大 當我得到這個信息 我就一邊寫 我想寫成一本書 還有我想 又找些好的圖畫 將它整成一本電子書 如果可以的時候 印出書出來 那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教導 就是神給我的 所以我要珍惜 我要珍惜 所以我就說 神給我發揮這個計劃 Cp139篇16-18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一天 你都寫在你的賊信裡 神啊 益意念向我 好貴 其素貨等做多 我若數點 比我三成多 那這裡 聖經很清楚地說 聖經講的話 是否完全可信呢 是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講 它說是 就是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一天 已經寫在你的賊信 已經寫完我們的日子了 而寫是寫些什麼呢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無貴 即是很多很多很多好的意念 而且其素何等更多 多到呢 比海邊的沙更多 那為什麼會 這麼多這麼多呢 你想像一下 在這一秒鐘 神會想你的心很開放 得到神很大的祝福 這也是神的計劃 每一秒鐘都有 每一秒鐘它都有些意念 有個計劃 已經寫到天上了 所以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深信 今天神要用我 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今天我接觸的人 當他們看到我們的生命 的喜樂平安 是可以驗到他們 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 想上天堂 可否想像一下天堂會怎樣 又漂亮 我們的內心會經歷些什麼呢 很大的喜樂和愛和感動 哇 真是 哇 下回來 你不會同樣的樣子嗎 下回來 你的樣子會不會一樣呢 不會啊 你下回來 哇 我剛剛去完天堂回來的 哇 回到來之後 我們所說的說話 我們的興奮 我們的平安喜樂 真是很不同 如果有人就算罵你 沒什麼緊要 天堂這麼漂亮 神在我心裡有計劃 不會有負面的影響 但他提的意見 我們就會聽 即是說 我們每個人 這是我的心術 神的計劃 就是我們可以得 好像天上的聖徒那麼開心 好像天上的聖徒那麼開心 沒有重 但輕鬆 有些人說 這麼輕鬆 怎麼做到事呢 其實就是輕鬆才能做到事 你輕鬆才能做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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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輕鬆才能有能力 你才能有智慧的 你才能做到最好的 你輕鬆不代表不勤力的 但你勤力得來 不要揹著重擔 即是不要像 有時我們會揹著重擔 這樣就一邊做 一邊辛苦的 是我們可以很輕鬆地做 如果每個經濟都好像天上的聖徒 真是好 感謝祈客人 經常都是 充滿愛 又不會激怒的 經常都關心人的 你想想 我們的生命 每一天的成就 會有多少 可否想像到 這就是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 就是我們每一秒鐘 都好像天上的聖徒 這樣的時候 你碰到誰 都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 頭子幫我們 看得到這麽好的計劃 這麽好的計劃 這麽好的計劃 我們要活多少出來 要盡量活出來 神的計劃 既然它寫了 就可以活得出來 我們就深信這一點 這個信念 是我一個很強的信念 即是我 其實很久之前 我已經一直去研究 這個 其實在什麽時代 八幾年 那時 我已經在這 時時去思想 這個意念 那時可以寫過一些文件 關於神的計劃 一直在這裏 發展 慢慢我就看到 如何處理所有問題 由全心全意的發揮 這裏講到 神的善良 kind的 是好的 是人愛的 是順全 是完美的 是完美的 是可喜悅的 神有的完美之意 但這裏講到 是否自動會發生的 是否自動會發生的 不是 這裏講到 我們做三件事是什麽 第一件事 就是 將身體面長 第二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 第三 心以根身而變化 就是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神的計劃就會走出來 即是他不會自動走出來 是我們 親近神 遵從神的時候 就會走出來 當我們沒有親近神 沒有遵從神 我們隨意發生 就走不出來 這個計劃 是神 預備了給我們 是可行的 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我想問你 將身體獻上 是否很難很難 神是我的生命給你的 我就是願意做你 想我做的事 是否很難很難 是否難得很厲害 如果你真的決意做 是否很難 其實不是很難的 只要你的心 給神 神就會祝福我們 有些人說 我給神 因為我什麽都沒有 那怎麽算 神會這樣對我們 神會說你給神 變成窮光彈 回到街上做黑衣 神不會這樣對我們 神會將好東西給我們 其實將身獻上 整個生命給神 是最好的 最上算的 那這個 是否難得很厲害 大家想一想 即是我的生命給神 不是代表我做存在我 而是我們能夠影響人 就影響人 祝福人就祝福人 可以做得什麽就做什麽 難不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跟著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難不難呢 難 但是呢 你說 其實他穿什麽名牌衣 買什麽名牌產品 這些又要過去 要什麽要追求這些 就算成功 世上人會追求成功 但是成功是否肯定的呢 是否一定成功的 世上的人 我們剛剛看新聞 可能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 阿察拳王 羅安密德 有沒有聽新聞看這個 他是因為他 他是一個特別的 他說 就是我看新聞裡 就說到 他說 唯一的人是三次 拿了全世界 這個拳王的 冠軍的一個人 那麼他也都有一個 很輕鬆的方法去打拳 他很漂亮 他自己就說 好像那句說 I'm the greatest 所以他們說他是拿拳王 但是呢 他是很淒涼的 他在29年 患了柏金信證 即是他很成功 在他打拳方面 但是他29年說 拍金信證 辛苦不辛苦 是非常辛苦 即是世界上 就算你怎樣成功 你不能夠擔保 你的健康是好的 你不能夠擔保 你前面的路是怎樣好的 但在神裡面 就不是那麼難的 因為神已經計劃好了 只要你 沒有效果這個世界 其實不效果這個世界 不是很難的 因為神裡面那麼好 我不是一定要跟世人的方式 其實當你越親近神 你就越覺得 嘩 有些世人的方式 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覺得 看那些電視看 或者看那些跟他一起去玩 有些 當然我們盡量跟別人都交往 但是呢 有時候 有些人聊過這些 真的好像 好像很不對 因為呢 他是 追求他賺錢 世界 說真的都是去哪裏吃 去哪裏玩 怎樣享受 那樣 當我們看到 這個世界其實沒什麼 那麼羨慕 然後呢 就心意更生而變化 這個是神的工作 只要我們多親人神 遵從神 處理生命 那就可以做得出來 我想說一點就是 到底要走到這個神完美子 是否難得很厲害 很厲害 譬如你今天 明天 由現在開始 一路感謝神 一路讚美神 是否難得很厲害 其實不是難得很厲害 其實不是難得很厲害 我都說過 不會難過擔泥 擔泥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試過擔泥 哇 曬到我做一天 我就不做了 哈哈 那時候 那時候 學生時期 試一下做一天 做完 直接摸一摸 受不了 那 真的有很多工作 很辛苦 但是呢 其實跟從神 並不是那麼辛苦 是個心有 願意 就可以 好了 這個講到 能夠參與神 這個善良尚全可欺的誌 也就是一個最完美的誌 那神又給我一個這樣的意料 就是一個A計劃 就是神醒天上 就是A計劃 但是我們往往就會不聽話 就是有時候不聽話 不聽話 不就變成B計劃 我想問你 由你信耶穌到現在 是否整天都充滿喜樂 平安 輕盛 開心 不是啊 所以又不是A 走到A 就是下B 又再犯罪 其實一直下 但是神呢 我們去到哪裏 祂又有一個 就是新的方法 能夠讓我們出祂的計劃 但是就不會去到A 但是你血親的神 你又回頭了 有時候未必去到A 例如你已經80歲了 哎呀 我現在去悔改 我要跟同神 那你肯定不會求你 二三十歲的時候 已經將生命給耶穌 所以你回不了頭的那些東西 還有有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學習很快 到一個年齡 已經不像年輕的時候 但是呢 就算去不到A 去到B、C、D 也很厲害 在神的崗裏 能夠回頭 譬如很簡單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人 他呢 忽然間 可能他很老 或者他去到天堂 然後 很興奮 很開心 告訴別人耶穌的恩典 他可能在世上的時間 只有一個月 不過那個月 他做的事情 全監裂了 就是很多他沒有做的事情 在那個月 他忽然間做了很多 我想說 心態呢 可以令到我們 那個發揮 雖然有很多sup 去到的機會 現在可以做得更好更好 你想想 如果天天都好像 經常的聖徒那樣 天天都是祝福人呢 那我們就會真的有無限的恩典 就會走到這個計劃 我想說 不是真的難得那麼緊要 是沒有膽是那麼難的 對嗎 希望大家記得這些 就是說 我可以的 好了 《二塵書》4日6章9至11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你們要追念上府的事 因為我是神 並無謂的神 我是神 將會有能力給我的 我從起初指名門口的事 從古事而名秘成的事 說我的囚說亦立定 凡我所謂的我必成就 我漸至了從東方來 照那成就我囚說的人從遠方來 我要說出 我可以成就 我可以盲定 我可以造成 這個經文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文 亦都是給我很大的看法 一個經文人過 第一個看法 跟這個無關的 就是在我初信耶穌的時候 我就發覺很多證據證明有神 預言 我就發覺神這麼真 我就很興奮 每天起床的時候 哇 真的有個神 有個天堂就好了 我在初信的時候 有很多年一醒起來就說 感謝神 感謝神 即是說 我能夠有這個神真的好 在我來說 因為我是一個科學的背景 我就覺得 要知道神是真是很重要 還有說給很多人聽 很多人都說 都不知道 說你騙人的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有證據是很重要的 在那時候我就在搜索 但我聽到不同的人的聲音 有個人說 你不用說證據的 總之信就行了 那我就覺得 那你只是叫別人來信的話 你只是信得了 你不用來證據 你不用想的 那你總之信了 我覺得好像 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很難的 那我也曾經有一次 上一個神學院的一個課程 上一個時候我問這個教授 他是很出名的一個教授 是一個很出名的牧師 我就問他 我說其實 講聖經的證據 有沒有錯呢 講聖經的證據 有沒有OK呢 他的答案是很驚奇的 他是神 是很神秘的 是不可以證明的 你不用去追求證據 我自己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信耶穌是要黑眼信呢 雖然聖經講到不見而信 但是聖經講的不見而信 不是代表黑眼信 在這個經文就有回答這個問題 不見而信 即是沒有見耶穌而信 就是沒有見證據而信 因為聖經講的很多證據 這要講到什麼呢 他說你要追念常古的事 因為我神並無別神 我神再無有能力 我是獨一的真神 沒有一個能力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這個叫做什麼 由起初指明末後會發生的事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預言 從古時而明未成的事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都是預言 然後他就講到我的囚說必落定 就是說 預言又包括計劃 有時候人都會講預言 譬如那個人經常都不讀書 他說我看你平時都是做黑衣 如果他真的做黑衣 或者他說這個人很聰明 將來很成功 這些是有 他看了一些跡象 譬如看天 今天都是很 即今晚都很暖 今晚都不會 今晚不會有大寒 今晚不會凍得很緊 我們看現象可以有這樣的預言 或者一些預測 但是聖經說這種預言不是這樣的 聖經預言是怎樣 是神籌算計劃了 這個很不同 聖經預言跟世界的預言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是神計劃整個世界的歷程 有很多人寫的預言 是跟世界歷程沒有關係的 譬如他說 你第二年你過不到40歲的關 他有些人經常都講這些 他就嚇到死了 但是他過不到40歲的關 不是他的計劃 是跟他無關的 這個亦都跟整個世界的歷程無關 很多人的追求只是他自己 將來發生這件事 但是聖經說 就是神在這個世界上 是有一個計劃的 他預言是會成就的 我們就看到 原來神是計劃這個世界 他說我籌算一定會落地 籌算的計劃一定會成就 凡我所起的我就會成就 神起的都是最好的事 就會成就出來 然後就講到他怎樣成就 我照資料從東方來 就用動物 還有照那成就我 囚說的人從本方來 就是用人 這要講到是未信的人 當然神也都用信的人 去成就他的計劃 例如你有否記得 有些地方聖經用動物來成就 神的計劃 有否想到什麼例子 很多的 廣說話的爐 這個約拿那條大魚 給他釣那條魚 自己會擔了錢 然後走過來吃他的舌 這些都是神用動物 神可以用動物和人 成就去計劃 這個給我一個另一個計劃 起初就是 原來聖經講到 當這些語言應驗 你就知道我是神 因為我是神 有什麼證據呢 就是我囚算都會立定 我講到將來的事會成就 所以這裡聖經講到神 他的語言 應驗 是證明他神 而在以西結書 是很多時候講到 當這些事應驗 你就知道我是儀化 所以聖經是有講到證據 即是沒有講到證據 所以有些人說 不知道神是否真 我們說他真 有些人說 你用聖經證明神 沒用的 那我都寫一本書 我說我有個神 但我說聖經的語言 首先是預先講定的 這是肯定的歷史的事實 還有他應驗的時候 是和這個寫的人 是他想像不到 也都不會知道 將來發生的事 也都不是他令到人應驗的 是在歷史上 後來的歷史上應驗的 例如聽十字架 寫的時候都沒有聽十字架 他根本 他怎知道將來會應驗這件事 而應驗的人 亦都不是信神的子民 是羅馬人 將人聽十字架 由 將耶穌聽十字架 所以這個應驗 是在世界應驗 所以這個特色不是 有些人說 我寫了一本書 有神 我寫了一本書 你寫了一本書 有神就有神 而是他說的話 在世界的歷史上應驗 這就是那個重點 但是呢 在這裏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事 講到神用人和動物 成就祂的計劃 那我想說一下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神用了很多人幫我們 神用了很多事情 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裏 在我們身上中 我們得救 是因為神用了A軍 B軍 C軍 D軍 安排做不同的事情 然後呢 後來帶到我們上耶穌 還有在我們成長 是不是很多人的心 很多人影響我們呢 都是神安排的 你有沒有發覺有時候 我們就 譬如 忽然間有一天 不知為何 搭車又搭錯了 一到那裏見到一個人 或者呢 又遲了 遲了又遇到一個人 平時的時間 應該見不到的 而那個人呢 可能神特別想 我們那天去幫他 或者有個人 失了一個朋友 忽然間又見得回 即是 我覺得這些呢 其實是神的安排 那 這個經文 給我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 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神呢 是會用環境 會用人 會用動物 周圍配合 來成就這個計劃 於是呢 我們就可以 對前面的路有信心 即是說 我們遇到的人物 對我們有幫助 這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安排 我們有的機會 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安排 我們有的機會 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安排 因為剛剛在營地 即是去到那個營地 我同學 他們一早醒了 但是呢 我就沒有醒到 那我就 即是應該一早起床 去行山 誰不知呢 他們六點起床 我七點才起床 我平時是很醒睡的 即是人家一叫我 就醒了 但是呢 那次一個朋友 我同學拍門 我總是不睡 總是不醒 那他就去了 剩下我一個人 還有我從小時候 就是這樣東西都很奇妙 我小時候呢 在中學的時候 開始就有個發文 叫做耶穌 就不是因為我相信耶穌 是因為我打男朋友 那時候 手舉起 那時候 那時候就笑我 就說耶穌救我 那時候就叫我耶穌 那時候就叫我耶穌 那時候 我去那個營 那個老師 第二間學校的老師 他就說 那天呢 神就安排他 是剛剛呢 人有三級 個個都未回來 他就讀 他就讀了幾個字 這也是神安排的 我真的 怎麼安排呢 不知為何 多了 他就走回來 走回來 然後他 那一早 我看到太陽 升起 真的很美 而在之前幾個月 我就看到書 說到這個世界 很有秩序 很可能是神創造的 我就去想 是否有神 然後這個老師出來 就跟我說 你是否信耶穌 我說不是啊 他說 為何國安叫你耶穌 這真是很厲害的 這真是沒有信 但是呢 我就問他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在想這個問題 有沒有神 而這個人 我答到我 很簡單 是令我很好奇 這個開始了 第二步呢 有一次同學叫我去音樂會 接著呢 就去到原來報道會 那我又信了主 我又做那些甜 就是那些咸售過程 有一天 我乘巴士 我住在跑馬地 那時候 跑馬地 你知道是縮了去的 那有一個同學 就乘巴士 跑馬地 他又不是住在跑馬地 我說為何你會去跑馬地 他說我去教會 那我就在想 很可能 我又去過報道會 我又做過那些咸售過程 我又想過神是真的 不如去教會看看是怎樣的 那我就想了一段 接著我問他 我去不可以阿翁 那他就說可以阿翁 那我就去 但他自己 他忘記了這件事 他亦都後來沒有回教會 他可能是回去教會玩的 當然我希望他會信耶穌 但他當時可能是回去玩的 怎麽知道 神就用他當日 回去玩的心態 那我就回去 我就一路都不走 我看到這件事 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 當我們這樣深信的時候 我們覺得 我們走一條路 跟中國人說那種整定不同 中國人整定是整定衰的 很慘的 你走不出的 但神那個是好到 個個都超好的 阿明 而且神會用人去成就 所以每逢有什麽事發生 我就感謝神 哇 神的工作 神你怎麽使用這些人 我有機會祝福人 我經常覺得祝福人是福氣 為什麽呢 第一 這個人改變 是福氣 對他福氣 第二 神又紀念我幫人 我又幫了人 我自己又開心 但其實我不是經常想說我幫你 我又在將上加多一分 我又不是這樣想的 我真的心很想祝福人 我覺得有機會祝福人 是一個福氣 所以我又有機會 就算用時間 我都願意做 因為我覺得 既然神給了這個 陽光放在我前面 我就去做了 那我想說什麽呢 很多人對於婚姻 對於很多前面 很害怕的 糟糕 不知道有沒有功呢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呢 不知道有沒有 他咬呢 第一 我們深信 無論是結婚不結婚 都是神安排的 不重要的 不結婚不代表會死的 可以很開心的 不結婚可以很開心做人的 而神是會安排 如果是神的預備 神會安排你遇到這個人 也會感動這個人 兩個人都會收到神的感動 如果我們聽神的話 神是會安排 包括這些事情 他都會安排 那時候是給我們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自己就不贊成基督徒 譬如有些基督徒 去追女仔 追男仔 我不贊成 我覺得神會安排 我又不是說 你什麽都不做 你自己把自己藏在房間裡 神就會安排那個人來敲門 我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們正常的交往 正常的關心人的時候 神是會安排 這個人遇到我們 這個呢 對於我們生命很有信心 是吧 即是會什麽事情發生 以及會看到神的計劃 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經文 對我是非常大的看法性 我就是這樣 我一看經文 我一直思想 一直思想 一直應用 一直逐節去想 然後我會想出這麽多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能夠在聖經裡面去思想 以釵書五個五章九字一十六 天就任何一個地 照進來 那些道路高於我 那些道路 那些意念高於我 那些意念高於我 那些意念 即是有條天路 很高的 高於人的路 人的路 你很容易周圍都見到 那些人又很 哎呀好煩啊 父女不聽話 哎呀老公不好 哎呀做工日什麽啊 自己人拆了魚 即是經常都說 很多困難的 那你說 那我信耶穌 是否這條路就沒有困難呢 不是 而是呢 那些困難呢 我們從天的角度看 就沒有問題 但這個是困難 這個是困難 那這個是困難 那如果你覺得困難很大 你走過去 有時候那些困難 就是 哇你看上 哇那麽大 那我真的會很不開心 很煩的 如果用人的角度看 做人就很慘了 哇 那當然了 做工問題 應該是兒女問題 老公問題 應該是被人罵 一個一個障礙賽 人生就好像障礙賽 全部都是障礙 那就很淒涼 所以在地上活的人 你發覺他們 每個人都說 哎呀好人生很困難 有什麽不開心的事 但是天路又怎麽呢 就好像乘飛機走我 前面有困難 不要緊 我要飛過去了 一神會幫我 在那困難背後 神一定有出路 即有什麽事發生 不要緊的 這個行不通 神是為我開另一條路 我總之我盡力做好 我可以做的 後果 神會負責 我總之我做好 我要做的 即是我們不隨便做事 我們不會傷害人 我們不會隨便說話 但當我們跟從神的時候 有什麽困難 神一定有後 一定會出路 即是我經常都是這樣 我遇到什麽困難 不要緊的 譬如你聽我說 即是我尋求神的生意 到底我是不是在那間教會 侍奉 我看到神很多東西 顯示是神的指援 但我也看到裡面有難阻 有困難的 但我就說 不要緊的 這個困難一定神有出路 即是我經常看到困難 我就不會看著那個困難 我會說 我會處理 但我說神一定有出路 即是我什麽事都是 我堅決不給他影響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們能夠 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什麽事發生都不要緊 我總之路日向前 靠著神 那人經常都能夠 超絕一切的困難 而能夠得性有嚴 又能夠 不是做一個非人 即是非人 即是什麽都看不到 又不是 看見人的困難 但又不覺得是一件這麽大的事 好像戴得生說 他又有困難 沒有錢 他說現在是看神職的時候 神會開路 就是看神職的時候 好 好 我們剛剛體驗了 我們今天所講的內容 那應用是怎麽呢 這個轉變呢 未必一下子的 但大家記神 每天都說 神在我身為有計劃 神要使用我 大大使用我 有什麽事發生不重要 這件事 可能我們要學習神 這件事 有時候學了很久 我告訴大家 我在經歷四年聰明之後 真的學了很久 面對過很多困難 有時候我都說 為什麽這麽久 但是呢 我發覺這個過程 是令到我更加 什麽事都好 我就學習 在一個困難中 我就跌越信靠神 神一定是出路的 一路去信靠的時候 我就發覺這個過程 就幫助我 真的成為一個 百毒不侵的人 我不是說完全是這樣 總之別人說什麽呢 那我又不會覺得 什麽大件事 那我轉身 你也有感謝神 他總之什麽事發生了 這個過程是困難和長的 但是我每一次 我都是說 神一定有出路 神一定幫我的 那我一路不斷地倚靠神 那我真是 能夠看著那個人 一路對我說負面說話 我一路看著他 我一路的心一路祝福 和神幫助我 怎樣處理事情 怎樣去軟化他的心 怎樣去祝福他 真是能夠做得到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在我的生命的計劃 極大極大的 什麽人都無法獲得到的 而不要給自己一個很低的人生目標 我不是說你給我做大報道家 你不要說 我要做一個難人的報道會 你不要考慮這些數目的目標 而是說 我怎麽發揮按照你的恩賜 你去討告問神 神會給你看到 但神給你看到 不是最後那一步 看到你前面那一步 你前面做那一步 你做完那一步又下一步 一路這樣做下去 你就越做越多 最重要就是 我們能夠成就這個計劃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你做一部車 那計劃是什麽呢 這部車要來走的 是不是 就不用擺放的 神做我們是否要來擺放的 不是 我們想活著的計劃一定是發揮的 處理生命跟著發揮的 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們就要一步一步發揮出來的 那你說 不是 我現在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 我現在不能夠發揮 其實這兩個一起做的 一起享受神 一起處理生命 一起去幫助人 這樣的過程 就會能夠叫我們成長 就是不用等到什麽問題都處理了 小女幫人 隨事隨地 整天打算祝福人 做在人身上 不吃虧的 永無吃虧的 做在神的 就是做在什麽人身上 神的紀念 我希望大家能夠 真的 靠著耶穌 活出這個計劃 整天都告訴你 神的生命的計劃 我要活出來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祝福